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藥 我們現在打一下七風災惡的部分 然後這邊來幫大家實戰一下 最新的潛能解放夾逼勒 或者是你要叫他施藍結也可以 那我這邊帶的是4顆腐化龍科 你如果沒有那麼多的話 你可能就要帶獸類的復銷 但是獸類復銷當前兩張都是火鼠 所以你帶了可能就沒有辦法一次三成就 好 那我會建議大家就是可能 腐化資源充足的時候再來打 這樣打起來你也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一次三成就你也會更開心一點點這樣子 好 那龍科的部分除了腐化之外 頭的話這邊幫我帶一顆九風龍科 因為蕭木印記那一關需要 好 那這邊是我的隊伍配置 嶄新小獎柯柯 地獄卡如基烏斯 再來是二獎 這個是單星魂夢的二獎飛鷹 再來的話是天貓靈寇斯 這一張的話是要賣星芒的也是二獎 好 那總之這邊是我的隊伍跟龍科配置 如果你有要參考沒看清楚的話 可以按暫停稍微再看一下 剩下我們就是邊打邊講解囉 來 第一關這邊我們就是先把火珠左一顆右一顆 放到左右下角去 好 然後我們就是洗技能 洗到天貓可以用 我們再進關 進第二關 好 其實也不用到可以用啦 他剩下CD1我們就可以進關 好 那回血的部分其實大家可以稍微感受一下 賈比爾要回血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問題喔 好 那這邊原則上就是洗 好 那洗到天貓座剩下1的時候 來 我們就開賈比爾的技衣 那現在就有無視燃燒了 所以我們直接去手轉就可以 對 然後轉珠的時候會有這個啪啪聲啊 對 就是扣血的聲音 他其實很可怕 從以前到現在都是 你如果真的玩的時候會畏懼 你可以把聲音關掉沒關係齁 好 來 這邊帶走 沒問題 來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是三屬連擊同等 你如果場上有三屬豬的話 我們就直接開天貓下去 就直接無視顧C啊 然後我們就直接去轉到三屬連擊同等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好 有轉到三屬連擊同等 然後天貓幫你無視顧C 這樣就直接過去了 沒問題 好 再來第二關 好 第二關這邊我們就是去手銷水木光全部就好了 然後剩下全部用疊的這樣子齁 水木光 對 其實轉珠秒數也真的算還蠻長的啦 所以我覺得還行 好 水木光全部 OK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 好 來 接著第三關這邊是一個關鍵齁 這邊的話我們等一下開柯柯 好 然後我們開賈比爾二技 好 那這邊的話等一下你看到血量大概剩下11萬左右的時候就趕快放手 啊這邊我們轉 然後不要去手銷到水珠 好 像這邊 欸 11萬接近了 唉唷 我們就趕快放掉 因為下一關 有突擊大概10萬左右啊 然後這一關又會讓你回復歸零齁 算是一個要小注意的地方這樣子 好 第四關 好 第四關這邊的話呢就是我剛剛提到的突擊 那這邊我們先開菲英還原碎裂 好 然後這邊的話我們開個 加C 加比爾二技也可以再補下去啊 這樣子的話等一下C數也可以再拉高 好 這邊我們就是大力轉 好 OK 對 他那個隊長屬性一消 就可以再幫你拉高一點點的C數這樣子 好 來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 來 接著二血 這邊的話是光暗星連擊同等 如果你沒有卡珠的話 這邊我們可以開個加比爾的技衣 好 我們就去轉到光暗星連擊同等 這樣就可以了 嚕過去都會變成那個獸牆齁 盡量把他嚕一嚕 好 來 這邊一樣帶過去沒問題 好 來 接著第五關 好 第五關這邊就是要開龍科去延遲他囉 好 我們就延遲 好 這邊以延遲為重啊 你不用想說要綠十顆木出來 那個有點太困難了齁 我們先延遲住 你只要有延遲 這邊基本上是高機率通關的 好 你可以看到我這邊還 木珠弄得超少有沒有 好 那接著我們就是去疊那個木的印記 看一下 1 2 3 4 5 有點醜 不過沒關係 我們就疊一下 然後你如果木珠沒有像 那個什麼 像我一樣如果沒有弄出那麼多的話 我們就是盡可能的 趕快去把其他珠子消一消齁 這樣等一下掉下來才有木 你才有辦法去疊 好 而且我這邊甚至非常倒楣喔 我這邊下一回合也還是只有4個印記而已 就看一下我耗到最後一回合 如果耗到最後一回合 那個傷害還是足夠 就不用太過擔心了齁 好 總之這邊不要守消木 然後我們去疊那個印記這樣子 好 這邊把最後三顆疊到 OK 好 這邊他已經真的剩下CD1了齁 那我們就直接去大力轉齁 你就看那個平砍一回合的傷害 好 好 記得就是不要守消到木齁 因為他也是會反擊 然後無視減傷的那一種 好 這邊就直接帶過去沒問題 好 接著第六關 第六關這邊也算是真王關之一啊 這邊的話我們要開甲比爾 技1加技2 然後去轉一個滿版出來 技1是先抓那個沒有凍結的珠子 把全版塗過去 那技2就是藉由一消 那我們就只要去消 水火 欸 我們只要消水木光暗星 把他全部消到滿版 那火珠一消是不管怎麼樣都會消除啦 所以就是 慢慢試試看 這邊延長轉租時間至20秒 所以其實 滿長的 你可以 做一點 嘗試 好 那這邊我們就是把剩下的珠子消到 可以全部弄掉 可以全部弄掉 OK 這樣子 這樣就滿版了 你失敗的話就是另一隻再試一次 這樣子而已 另一隻技能也還在 接著二血的部分 這邊我們開飛鷹 要擋反擊 不然他反擊200%過來一樣會死掉 那這邊我們就是直接去轉數字23 14 17 20 23 看一下喔 50 14 17 20 23 好 這邊先打掉一半 那另外一半的話我們就是再打一次 好 這樣子 反正就讓他多扣一點 扣到1也沒有關係啦 反正就是要吃到他那個8倍就對了齁 好來 這邊就直接垂過去沒問題 來 接著第7關 第7關這邊如果你的技衣已經不小心被你用掉的話 那也沒有關係 反正這邊的話就是不要讓三隻 應該說不要讓那個啦 加起來100%一起打過來就好 就例如說90加60 這個一定超過100% 打過來就一定會死掉 好 如果技衣還在我們就直接開技衣 然後直接去無視燃燒 然後不要守小水 好 這樣 然後那個9C我們就慢慢去打就可以了齁 不急 欸 好 這樣 OK 看有沒有天降9 呵呵呵 好啦 反正這邊你也死不了啦 加比爾的回血沒有問題的齁 好 接著第8關 好 第8關這邊有一個弓錢盾 我們先偷一回合等對面打過來 好 打過來之後呢 有內建無視頻圖 所以直接正常手轉就可以了 OK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啦 接著就來到這邊 二血是要消五種不一樣的齁 那你就心裡默念水火目光暗星 啊有卡珠 像我現在火卡住了 我們就用新珠去替代 好 那這邊一樣正常手轉就可以了 好 這樣子 OK 總之就消五種不一樣的珠子齁 好 這邊帶過去 沒帶走也沒關係 就是多花一回合這樣而已 好 接著第9關 好 第9關這邊的話 我們可以用天貓去無視那個顧吸 好啦 就是不要手消到火珠這樣就可以了 好啦 轉完的時候停在那個火焰地裡面齁 好 這樣 OK 好 這邊帶過去沒問題 好啦 接著來到王一 好 那王一這邊的話呢 第一回合是凍結啦 那這邊我們就開賈比爾記憶 就把它塗過去全部解掉這樣子 然後等一下去符合那個紅綠燈 好 OK 好 這邊先帶走25% 好啦 接著這邊的話 我們用賈比爾的記憶 然後我們就抓著賈比爾角色珠 放進去一下下就好 就是放到格子裡面去 現在火珠是一小啦 你可以自己去把它切開一點點 我這邊是沒有做這個動作 不過也沒關係 可以帶走敵人就好 這樣稍微切開 OK OK 好 這邊就再帶走25% 接著這邊的話就是不要去手銷到那個木珠齁 那這邊的話我們補一個賈比爾的飢餓下去 好 這邊就 脹氣也不要去碰到太多下 就稍微碰沒關係 但是不要累積到百分之百 基本上都沒事齁 好 這樣子 OK 其實我能消的珠子也非常少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好 沒關係 我們就靠火珠這個一消 好 這邊還是有打過去25%齁 好 最後的話這邊我們開顆顆 然後不要去手銷到水珠就可以了 一樣就是用碟的 好 拼圖有內建無事齁 好 來這邊就直接槌過去沒問題 好 來接著就來到這個三十字齁 那三十字這邊 除了賈比爾祭二啦 不要開到之外 剩下你增傷要吹一吹是都可以的齁 好 這邊補個菲英跟魯基烏斯就好了 好 那這邊就是去把三個十字水火木轉到 這樣就可以了 好 我想一下怎麼轉喔 好 應該是沒有問題了 好啦 那以上這邊的話呢 就是前解賈比爾 實戰過這個七風齋惡 一次三成就 給各位稍微做一個參考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一部影片再會啦 掰撲